哪一 xiqqp 咦,你咦 哪一咪 咦... 我這邊已經到二七 二十八 二十九 怎麼樣 到二九這個池 二那邊 猶如悶中 行作得樂 噢,這是... 所以 今天知道31-2日 因為後面的這個都在說你而已 喔 31 還沒有是吧 對 好 我就從31 開始 讓他來看看一些題外話去 因為今天法師不在這裡 我就坐了 這個 這個 神修的那一首祭 谷主已經說他只是 只到棉外 還沒有進入到棉內 記得把它切門 那那個門 我上禮拜上次講過 指的是什麼門 六根門頭 好 這一點值得大家注意 所以 所謂五柱門 五柱門 各位 有人在這小宮 那 何門中還有個門在那裡 嗯 念念念念 在哪 哦 那個門還沒有到 29 月啊 29 月提塔 未見本性 只到門外 未入門 29 月 對啊 對 有沒有 29 月 未見本性 有沒有 只到棉外 未入門內 是不是 那個門 我只希望說各位 這個佛法解析定中 你一定要了解他這個門指什麼 不過入門指的是六根門頭 你的這一念心 我們學活修行 各位要記得一句話 要時時刻刻 紛紛描描 都不離自信 不離開我們的主心 我們的主心就是 記我們的親近心 我們的主心 不離自信 所謂的自信 其實就是指著 我們這一念的親近心 我們這一念的無助心 這個親近是所謂 心所謂親近 因為它無助 所以也可以叫無助心 這一念心無助 不足足 不攀遠 不止足 不攀遠 無助啊 懂嗎 我不出手無助 我就是 我就無為啊 我不照做啊 這是無為的心 是的 但是我不做 我親近 我無為 可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要清除明明白白 所以有時候叫什麼呢 無疑心 所以各位在你用功的時候 你要時時刻分秒都要記得 你的這一念心要不理主心 你不理這一個親近心 你的這一念心不要住在 不要說幾個例 你的六根 面對面對著六境 你所謂的這個六四 這個四不要隨著境轉 心隨境再轉 對不對 心哪住在境上 你的心哪住在這個境上 是不是就靜給你優雅 所以那個六根門頭就是指的那個門就指的六根門頭 這個六根的門頭 所以我們要了解這樣 我們哪一個色身呢 如果像是一座城橋 我上次講過 那這個城有外門有內門嘛 外面有幾個門 眼 耳 鼻 舌 聲 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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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妄想 其貪 其厭惡 對不對 所以就負責回神 那如果你這個心能夠多射這個瘦收射回來 我心不隨境再轉 我四顆保持這一念清淨心 對不對 我的心不住在外面 我心不流浪在門外 我的心不然流浪在這個外境裡面 色身相位處裡面 流浪在那 是吧 各位這句話真的蠻重要的 它不只是在說神秀 也在告訴我們修行 我們修行的這一念心 不要跑出去 在這個大天世界裡面 一切的萬象萬法裡面 在那邊顛倒夢想 因為你心若是一近再轉 你有沒有看到你的心就馬上起的是 是不是有生魅心 有沒有生有沒有魅 有生魅心就是眾生心啊 就是眾生心 那不離自信就是不生魅 不生魅心啊 就是佛心啊 就是無敵心啊 說起來好像很簡單 好 這是前面的一個重點 神秀他那個見修的那個法門 還沒有到這個地步 還沒有到這個地步 因為他處處都著相 所以他原來要畫相 後來說不要畫了 因為凡所有相就是希望 是不是 就是他已經借那個 不要畫相 再跟神秀說謊 你俱俱著相 你著相呢 就是心已經跑出六邊連斗外面嘛 著在這個色身相偽處的相上 是不是 你著在柴色明石碎的相上 好 你著著在柴色明石碎的身上 所以你的心一直都在生魅生魅中顛倒 你根本沒辦法如如不動 這內心不能如如不動對不對 定不住嘛 因為有生魅生魅生魅的有貪愛的有厭惡 貪愛厭惡對不對 有是非是非相對待啊 是吧 有得失也相對待啊 所以關注這一句 能否體會得到對修行都有很大幫助 真的要有很大幫助 所以我們有句話叫百花從裡垢 片葉不沾身 不是說他的耐工很好啦 是他的心不會鑄肘在那個百花從裡面 心啦 眼睛有沒有看到這些花 看到 是不是 你看像我們這邊有樹有什麼 都看得清楚楚明白白的 但是外星被執著在那個上面 不住在那個上面 清楚明白 所以叫善分別一切諸法相 但是第一不懂 料天不熟了 這才是修行 這是前面講的一個重點 所以 但是你已經講到第三十頁 那請問我去不再講了 你說那你只要二十個月啊 二十九六千塊嗎 二十九六千塊嗎 二十五千塊 三十五千塊 好 那神秀的這個巨大已經知道 他繼續著相 你菩提術 術就是相嘛 你一進台 台是相嘛對不對 時時勤伏式在修 台是坐相嘛 我務死者在怕者成他也是相嘛 坐相 那這個事實就是見修法 見識修行的法 但是知道我們呢 這個是感動在哪裡 你看下面三十一頁 他說經過兩天 有一個童子人聽過這個對王 就在唱頌這個神秀的祭 各位人一聽就知道 這個祭未見本性 注意啦 所以可見的修行是 不離自信 對不對 不可以離開 一離開自信 心外求法已經就變了外道 怕你滑下去了 滑下去了 你要時時刻刻要不離我們的自信 不離我們的本性 你看這六十塊多厲害 一聞經一心急開悟之後 事實上他根本就沒有到法堂來聽聽聞法 但是他開悟了 他清澈了 他一聽知道沒有見信 見本性 這是他累次修來的 累次說修的 我常說他是不只在千萬佛所 是眾諸善根 這真的是活不少再來 沒怎麼可能這樣 但是這裡也提醒大家 你修行用功到底是不是離開本性 對不對 如果一旦離開本性 那你就未見本性 根本就沒有打車刀骨 你還是迷失在生命法中的眾生 就在示輝 就在融入 就在好壞這樣相對待中 顛倒而已 相對待而已 相對待而已 相對待就有都在兩頭嘛 對不對 我喜歡這個 那就有一個心 我討厭那個 因為討厭那個 所以我才會喜歡這個 不是相對待嗎 對喜歡的你就起貪愛的心 對不喜歡的東西你就起厭惡心 所以我們也煩惱多了 是的 那我現在如果不住兩頭呢 這相對待的兩頭 我都不住 連中道都不存 我又清楚明明白白 那你就來起自如了 這就叫無住身心 我又不住在兩頭啊 我連中道都不住啊 但是我又清楚明明白白啊 身心啊 我又清楚明明白白 這就是無住身心啊 好 這就見信啊 我們的本性 剛才講過 本來就無住 是我們的夜市那個結識 那個結識 會起執著 會起貪生吃 因為會從無明出來 無明就不清楚啊 我們在貪的心是不清楚呢 那個決心叫睡著 叫蓋著 你才去貪嘛 那個決心叫蓋著 你才是憎恨心啊 是不是 那個決心叫蓋著 你才是痴迷啊 執著痴迷啊 這是貪啊 貪生吃慢啊 偶慢啊 疑啊 疑啊都來啊 白的疑啊 所以 他說這個記沒有見信 所以魏門教授早誓大義 所以六祖是愛的 他並沒有聽經文法 但是他事實上呢 已經跟佛心相應 早啊 是明明白白 心中清清楚楚 這個大義指的就是佛心啊 他早早這個佛心就清楚明明白白啊 這個決心清楚楚明明白白 因為這是本據的 這是我們眾生都本據的 不是從外來的嘛 對不對 不是從外來的 你本來就是劇主的 於是他就問這個同志 宋哲何記 你說是什麼記啊 童哲講那一段話 而這葛了不值 葛了就是應該 連他都 這個童哲都看他不起 你這超地人的 黑面的地方的人 你不知道啊 無足共歸 世人生死世大 要想傳復依法 依跟法要分開 法是指心法 因為心法已經硬心了 所以就拿那個袈裟傳給你 袈裟那個一 只是一個表真 一個表性 一 只是表性 重要是他已經正這個法 有沒有 這心法 心法 所以六祖之後就不再傳一啊 硬心才重要 並不在那一件衣法 對不對 有沒有硬心才重要 心 硬心 就欺悟本性才重要 好 要傳一法 你們人坐地來看 如果真的悟啦 這樣的一個佛心 這個菩提本心啊 就付一法 就為你第六代主 他說神秀上座呢 在朗朗壁上書無相記 大家以為神秀的是無相記 其實我們剛才講過了 他沒有入門 就是因為他左相 他左相 佛性無相 沒有錯 佛性無相 佛提心無相 我們的內盤性無相 但是實際上神秀的那一首 他是見修 他是走向 他說到時候令大家的 都要宋啊 要宋慈啊 依止祭在修啊 所以這另外要注意 不只宋還要修 這才重要 你口誦 是要讓各位借這個口誦 這個祭 而讓這個心不散亂 但是知道這個不散亂之後 你要真的能夠勤服事啊 真的要務死者塵埃啊 要修啊 是不是 讓心像明鏡一樣啊 讓這個色身 修像一棵不敵樹啊 不要去顛倒做壞事啊 要行一切善斷一切惡啊 你是不是真的這樣實實在在在做 所以一定要依這個祭心 依此就是免鬥惡道 注意 這個第一個 你如果真能夠依照神修的這個祭 即使是未入門 但是你依照這個祭來修呢 你不會墮落在三二道 為什麼 因為這個雖然是沒有入門 但是他修 著眼在一個是身一個是心在修啊 是不是 把身當作菩提樹在修 身當作菩提樹修 這藏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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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施藏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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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 身是菩提術 那就說我們要保持這個色身親近 這個色身不要因為是硬爆來 那這個色身裡面有這個六根 六根面對六鏡 常常叫鏡就叫引誘誘惑給他做太太養 是不是 本來要行善結果你說做壞了 興起嫉妒啊 是要興起中農的這個貪證詩啊 所以色身就是要你守戒親近 戒 好啦我再講多了 一個是像 一個是用 再講一點就簡單說一個是體 戒像就是指那些戒條啊 戒條 像已經這個五戒歸五戒的人 那五戒一定要按照那個戒條修 守住那個戒條 但是戒的真實意在哪裡 在你要能夠真正的用在你的日常生活中 用在你的行住作物中 戒啊 那用在行住作物中是什麼 就用兩句話說就叫做行一切善 斷一切惡 這叫做用 你能不能都行一切善 能不能斷一切的惡 所以我常常有時候有一種感觸 我們每餐吃飯的時候啊 其實真的在很多道場裡面都有 他的吃飯之前 如果你說因為有很多的朋友在一起 我不好意思 何採 至少心中裡稍微自己默奕 每餐不要忘掉 驗行一切善 驗斷一切惡 是度一切眾生 知道嗎 就是無善不休 無惡不斷 無眾生不度 不管什麼眾生我都度 你哪每餐吃飯你都這樣用心 我才吃那一堆飯 因為我吃那一堆飯就是為了要行善斷惡 就是要為了要能夠度一切眾生 你就慢慢地 這你懷疑懷疑 終有一天正好 不要小看了 這個情形動人 這個是戒的用 你能夠在行善斷惡中 再往上一層樓 不施善 不施惡 等等 不施也不施 想啦 你的戀頭都沒有啊 戀頭都親近啦 善惡就是兩兩頭嘛 那就爭入到戒的地 就是那個佛啟性 就是那個涅槃性 就是那叫阿諾 道諾三秒三不敵 無上正等正確正 從戒相照戒條做 進步到這個戒條已經用在這場生活中對不對 無善不休 無惡不斷 無眾生不斷 對吧 這就是戒啊 你要成果就一定要做這樣 這樣做啊 好 再進一步 因為這還是有相 著相 我現在進入到無相 所以不施善 不施惡 不施也不施 對吧 我行善而不施善 我行惡而不執著在惡 不叫你行惡 我要斷惡啦 我要斷惡 但是不沾沾自喜 欸 我現在都不會做壞事啊 我越來越進步了 你起這個念幹嘛 這還是個戀頭啊 這還是個畫畫面而已啊 剛行 做過就了嘛 我斷一切惡 斷了就是啊 做過就了啊 你不要一直執著在過去心 過去心不可得嘛 現在心也不可得啊 未來心也不可得啊 是不是 那你已經惡已經斷了就了嘛 對不對 善奏過也了嘛 不要住在那個上面啊 不斷惡 不斷惡 不施善 不施惡 有的經驗 就正路到戒著提 所以他用菩提術修免斷惡道啊 這樣修怎麼會有斷惡道 戰鬥道不會斷啊 是不是 心像明鏡台一樣 常常插不要讓灰塵扭上去 是不是都很親近 所以你即使說你還沒修得圓滿 但是至少你不會再鬥在地獄道 惡鬼道 畜生道 你來勢可能還是人道 那修得再好的人 再下一句話 因此即有大利益 如果呢 你依照這個基修 而能夠修得非常 更上一層樓的時候呢 就像剛才的體驗 你如果在行善當中 一直的往上修 那這個大利益就要看喔 這人就有生前喔 如果你還在人道裡面 那可能你也可能會生在富貴家裡 但是你要應這個善好 那可以 你如果是一直在 這條庫力道上努力 可能你就生在世界天 不世界天 天人啊 怎麼 天人的地國啊 這很大利益 那不只如此啊 它還有第三層次啊 富貴人 這樣就怎麼說 喔 這是前面的啦 有大利益它就叫這裡 但是前面有講到 還有一句什麼 敬頌此祭 有沒有 極得見信 有沒有 你這沒說到的 現在有說到這裡 是不是 吳子宮就連人愛主香米季 有沒有 那個就更高一層樓 因為可以見信啊 但是他見信的用一目的在 要敬頌此祭什麼意思 你已經修得圓滿啊 三業清淨 這家純納 一個可以刻法啊 那刻法就要怎樣 刻法才幾純啊 奢罰登案啊 上漢就見信了 是不是 上漢就見信了 那那個童子他只講到第二層 他還沒達到第三層 或者說我也要宋詩 節來生也 這一點值得大家注意 在座你們有一天如果修到 像誘族的層次的時候 你要記得 修行真的大車大物的時候 他是平等一辱的心 他不會供高我慢 對不對 他不會說我的開悟啊 這個都還沒有開悟啊 我就看不起不會 所以他說我也要宋詩 這個大家注意喔 真正大車大路的來講 他修不修 他漿漿的修 漿漿的行 但是他的修跟行 跟一般人的修跟行 不同在哪裡 他是修無修修 他是行 無形形 無修 無形 就修 但是沒有在修的像 不著在修的像 沒有能修 能沒有手修的靜 沒有能修的心 沒有手修的靜 這個靜啊 能修的那個修 也沒有手修的靜可得 這叫修無修修 行無心形耶 沒有能行的那一念心 沒有起心動一念心 知道而已 沒有掉而已 沒有能 那個手行的那個靜 也都不自重 能手都不自重 那就解決了 所以真正一跨那些大修行人 側悟之後 他跟一般人一樣的吃飯睡覺 行住之後不是一樣嗎 但是就不一樣 那怎麼不一樣 我昨天在這三個大門講 我想你看金剛經怎麼寫 以前我在台北再講金剛經 大門同學很有意思 問我問題 一時活在社會國啟事起故事源 一大比就重對不對 千二百世在巨徒 時時 是不是 世尊是周一時波 有沒有 起時 幻時際 對不對 現在要洗漱他問他 父母坐而守 現在現在要處理 老師 佛 那些太高佛的境界啊 他為什麼還要洗腳啊 他在路上走路怎麼走的 飛繩都不會站在腳上啊 那得個洗腳 我就在視線告訴我 學活不是為了神通 當然可以 我沒有洗腳 我也會載飛繩 但是呢 佛法修到這樣的時候 就回到平常處啊 不是標新利益啊 我神通耶 所以我說的時候 我也許只是提醒大家注意 所以如果說這個 現在在社會上標榜 我有神通 所以許多信徒都要跑去 要去這個祖國 你千萬買 因為學我不是為神通啊 所以後頭後來禁止學生 他的弟子呢 現神通啊 因為怕掉你神通啊 你是為了民心見心來 你是為了他了生托死來 對不對 當你真正的民心見心的時候 那神通記著啊 有什麼 要什麼就有什麼 要知道什麼就知道什麼 是不是 所以不要真為修神通而來 學活不要如此來 我告訴你一旦想要掉你神通的心 你馬上會應報 所以有時候應報起來也會可怕的 不要起這個面 神通 真正的神通是來自你自信的 自信的神通 你自信的明白 聖明的都很明白 宿命通 什麼通都有 都記住 嗯 好 所以他要節來生年 這就真的讓你感動了 上年我在這一大隊八個多月 從來沒有到法堂前面 希望上年引我到祭前我要去禮拜 彭子仁就把他引到這個祭的前面禮拜 這個就是他的恭敬心 這個就是他的沒有供高我們的心 所以真的是大徹大惡人 他先是平等一如 萬盡自如如啊 所以他不會起這樣的分別心 我是開悟郎 這個沒有開悟 我看不起 不會 他不會 然後呢 會有人說我不認識字 請上年為我讀啊 這時候有一個江中別家 這是官名的 叫張日用 高深就把他讀出來 個人聽到說 我有一個六記 幫別家替我寫下來 別家就說 你也要做記啊 我這這也沒 這也想不到 此次這麼稀有 我告訴你 這時候我們平常凡夫都會這樣想 我們都以他的社會的身份角色地位 再衡量一個人 其實開悟不開悟在哪裡 不在你的身份 不在你現在社會上扮演什麼角色啊 在哪裡 在你那一面心 對不對 那佛性是本質具足的 眾生本質具足耶 再勝不爭呢 再煩也不減嘛 甘心 啊 是不是這樣 我所遇到的很多 這我常常跟你講 我今天遇到的一些 真的是 到底他的生活 完全人那些沒辦法 因為講那個愛太多了 但是實在是高了 我在台南就遇到一個 我常不知道他到底怎麼樣豪華 怎麼卸來 但是他這都懂 有一次我請他去台北 他那個鞋子啊 我印象最深刻 印象耶啊 休息一日了 那 demonstrates 後蹲的是갑靖的 坐 AMPQ конт 路上來 Freedom 進去 s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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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個 躲起 靖子 落靖 看他那場多大踏 那就是那樣 他要靠這樣 比如說什麼 你不是要他 啊 啊 那 chiffnt 你還在彈什麼 我彈什麼這種 奇怪 我跟她講 因為我跟她的結言 有一點異思議 已經好多人沒有見到她 因為在那時間她 她真的很有興趣 一直在叫我手印 我對手印很難做完結 我就講一個 其中一個故事就好 也是她看著發生氣味到了 她說好 我想教你 接手印 我這樣給什麼意思 從第六四的手印不是結 第六四 第七四 第八四 你不是可以教耶 你現在教教給你看 你是不是可以了 可以 再進一步 可以進一步 最妙的是到了第八四 我們常常說第八四 阿也是嘛 沒有 要跟第九四 好 第九四我可以理解 阿摩羅 羅斯 體啊 那個本體 他一般人就不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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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不去了 我現在沒看過的話 我們不知道怎麼樣 他當時就很認真要做 坐在那一般人說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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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禮拜來 下禮拜來 我給你教第十四 我偶爾 第十四 那我對我們這樣 我會思選 我本人說第十四 啊 你說 佛當年第八四之後 他就不講啊啦 不講故事代表沒有 因為他不能講嘛 不會講一下嘛 我告訴你 你要知道 笑一笑 沒辦法講 好好好 跟他學 第九四了 第十四了 阿摩羅 十一四 十二四 我會記到第十三四 一段十年了 來 下禮拜來 啊 第十四 下禮拜來 哇 哇 這樣 圓滿了 一天起到就坐了 好 起都生在那裡 另外他這樣心情來 他說好 沒辦法開始下禮拜了 我坐得完認真 你要聽說 他的第十四是他身邊的圓滿了 他看大家坐 沒有啊 沒有啊 哈 沒有啊 我當下聽到大家說沒有啊 我就笑出來 哈哈大笑 哎呀 你真是高人 走到一趟才知道告訴你 因為那是個不可思議嘛 那個舞 你再坐下去不是軸向 軸在這個向上嗎 前面那個都是方便法 懂不懂 那個方便法到了這個究竟的時候 你還走在這個這個索音上看嗎 沒有了啦 哈 啊 本質居足耶 對不對 無相啊 無助啊 阿彌陀佛 多謝多謝 哦 今天把你跟著我夾這個 事前還都要你等待 我想你跟著你打個 沒有啊 呵呵呵 我印象很深刻啊 沒有啊 放下嘛 那還有什麼 沒有執著無助不是都沒有啊 無助啊 我無所得啊 我無所得啊 無所得不如有恐怖 原理顛倒夢想就在內盤啊 哎呀 我仔細看這樣高啊 他騎到你的臉了你也知道他 你是說 這人要穿他青菜菜 穿你這樣這樣 靠去靠去靠去 呵呵 嗯 太濃郎了 過人家有問說 你到底是怎麼餓啊 他都不太說了 幽靈你也知道 他也不太說了 不觸別於 我在那邊跟他接受那段時間 他很認真在講 跟著他二三次在那地址 大家開完車一直開完車 你問你基督 你都叫他先 你怎麼會不說別的呢 田教授來你就說 啊又過其他人都不說 你就才會跟他們說 啊跟你說要做什麼 你也聽不懂啊 他不跟你面子啦 他不跟你面子啦 你怎麼說你怎麼聽不懂 我現在說你怎麼聽不懂 我現在說你怎麼聽不懂 你怎麼說你怎麼做得出來不 因為殘詩 打下去的時候是不留於情的 要撞不住啊 我怎麼做不可以做啊 我沒辦法 走在那邊啦 啊 啊 我聽起來我也不能起 變過變好嗎 然後他擦了 對不起 所以我們只能過來前輩 啊阿彌陀佛的 我也是借你們 我才能夠今天能聽到這個 會能像別家說 一學無上菩提不可輕易出學 這一點各位要記得 無上的菩提 決心 為什麼要加上無上 因為他擔心我們還夫 一聽到菩提 以為菩提有一個可得的菩提 有沒有 有所得 他會跟你講無上 無上的現在沒有上下的分別 菩提哪裡還有上下 如果菩提高高在上 那就是跟下載比較才叫上 無上的其他 所以他是無上啊 所以他無量啊 他沒有邊際啊 有沒有 無上 沒有上就沒有下 我們有上就有下 對不對 有上有下是不是有分別心 有分別心就不是菩提啊 是不是 如果你還有一個菩提是很上 那凡夫都很低 你 愛你生往上 心 佛 眾生 三無 差 倍 心 佛 眾生 三無 差 倍 佛的這一念覺悟的心 眾生有沒有 眾生也記住對不對 這一念心 是不是一樣 一樣 就像這個前面那個講的 葛寮生跟和尚生不同 但是佛性有沒有差別 沒有 沒有 告訴你 一樣道理啊 你出家的人 知道說知道知道 我凡夫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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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那一念心一樣不一樣 不是差別 只是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這念心是親近心 還是是一個污著的心嗎 就在這念心而已啊 你那一念真心是親近心 這念心是絕對不對 覺悟的菩提心 還是這念心是一個眾生心 你這念心想要行善 還是這念心想要行樂 你這念心想要做善事 你可能就上天堂嘛 你心中就充滿的是天堂嘛 我這念心如果都想要做壞事 你是不是已經在地獄啊 做壞事你等於在受地獄的苦呢 這壞事我們不要以為說他很得意耶 我今天做壞事好像成功 我跟你講這壞事他等於已經在做地獄的報 人間世界理由要注意要看 因果不餓 我學我的媽媽去瞭解 其實因果是不餓的 很簡單嘛 比方說妳在稱恨興起的時候 有稱恨那個因 妳是不是也在受稱恨的果報 恨的時候 生氣的時候有沒有在受果報 那想要會一笑的 幫我打開 火燒功德烈 妳本身在受果報了吧 還要等受受 因果不餓 阿明 所以因地的這念心就是果地絕啊 因地的這念心如果是清淨心 妳正到佛果的時候的那個絕心 也就是這念心了 不理這念心了 還是這念心啊 沒有這念心怎麼絕 沒有這念心的話 妳也不會做壞事啊 但是要看妳這念心要做什麼 妳這念心要清楚 還是這念心要迷迷糊糊 妳這念心要想的是善 還是這念心想要做惡 不是做在那一念心嗎 所以六子到後來體會到 一切萬華不離自信啊 一切萬華不離自信啊 一切萬華不離自信 都在這念心 所以十法界也在我們這念心啊 十法界啊 天堂第一也在我們這念心啊 所以各位要記得啊 真的想要正那個無上菩提的 都可以親視看不起初學的人 初學的人不見得就不能開悟了 因為他有的他是過去生子修來 有些老修行修了一輩子 他還不是就還是在棉外那邊拿出來 因為妳的過去生 過去是怎麼樣呢 今生受則是 前生奏則是 是不是 下下人有上上志 所以在這世界上 你看見有些你看起來 他們地位非常卑微的 但是上上志就是佛志啊 地位會要卑微 工作會非常卑微 但是他有沒有佛志 一樣有佛的智慧 那佛性秉治具足嘛 上上人呢 你貴為總統 你貴為行政院院長 但是也有墨逸志 什麼叫墨逸志 也有糊塗的時候啊 也有昏迷的時候啊 對不對 也有痴迷的時候啊 也有貪啊 也有撐啊 也有痴啊 也有痴啊 如果看清人就有無量無邊的罪 不過不要以為說這個是 不以為難喔 你一旦這一念心起 親慢的心 看不起人的心 這一念心 因為 有如是一句有如是果 你有輕慢的心 你就會受輕慢的果報 好 請問大家要注意 真的是人生難的 好好的行善斷惡 寧可種這些善意 你不要去跟人家截那個惡的意 截惡因有一天就要受惡的果報 所以我照不來 而且到頭來 你就是懊惡 燦悔 都跑不掉 就像說你跟僵人一千萬,要不要煩? 有,你跑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對外帶 這世不把你帶回來,後世又要再找回來 不是不報時後未到 即使你已經側悟自信,民心見信 鳥生脫死,你沒人騎了,要不要煩? 一樣煩,只是那種事情,煩的是什麼? 心足如不動,不覺得說,這不一樣 我過去只有那一百人,你也跟我煩三人 就越想越去,所以你在糾纏不清然 跟你煙煙相報,你又何時了? 這就解不開啊 是不是?說得了嗎?冤親,冤親 冤更親有時候就是搞在一起 別家言,你如但宋記,我為你輸 你若得法先驅度無,勿忘此言 這個別家言不錯,也很一樣 你如果正法的時候,要先讀法 所以這個喔,有時候各位喔,真的要 我見識到一些老師輩人 他們在學我修行,真的是 真的聽到哪個地方有高人 爆滅的造語 鎔鎔鎔鎔,鎔鎬 就過來那個法 所以二手斷臂,有沒有 但是各位不要說 不是叫你們都要去斷臂,不是 就是說他那一念心的堅定 未能契約,菩提本無數,民進一微臺 本來無異無何處的塵埃 這一首祭我真的放著 我先把後面講好不好 這一首祭 很多人誤以為 六祭因為這個祭 就得到五祭傳一波 其實不是 其實到三經修法之後才傳一波 為什麼 因為這一首祭它只是正到空性 它正到空性 它還沒有正入真空妙湧 它只正到這裡 正到空性 但是它正到空性呢 它又住在空境裡面 表裡空境 因為這在空境 所以沒辦法叫做真空 畢竟空 連空都空妙 連空都不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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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空裡面就有妙湧 火法真妙 到那時候你不需要去刻意的發願 但是你就是會這樣的去 但願眾生得離補 不求自己做不安的 你不用擠一口不敢 你就是自己 你就自然會做出來 因為一即一切 一切即一 如果你已經修到那個一 你就希望所有的眾生都存活 這叫一即一切 一切即一 所以地藏王菩薩修的那個願 免怕 你修的願 發的願什麼願 眾生度盡方正菩提 你如果修到地藏王菩薩那個境界 你一樣的發這個願 一樣 就不用教 不用人家幫你教 因為一就是一切 因為大家本來都是佛嘛 是不是 現在只是在這邊顛倒啊 現在只是迷失在這個生命中打轉啊 生命啊都是虛幻泡影耶 一切有的法如夢幻泡影 如路易如電映奏如事關對不對 夢幻泡影耶 但是我們就沒有醒過來 把這些假有的當作石有看待啊 gay也當作真的啊 是不是 所以你必一定要完全能夠放空放下 放到必盡空氣的空性就出來啊 你那個沒有了 但是這首記只做到空 而且它就走在空上 菩提本無數 無啊 菩提是絕嘛 絕性無相啊 素有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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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所以菩提哪來的素啊 本無啊 本來無相啊 所以哪來的一棵樹在那裡 明鏡易飛台 這個大言鏡子這是本具的啊 不是有一個鏡啊 有一個鏡台在那裡啊 是不是 你不要真以為還有一個鏡子在那邊呢 能不能照得清楚楚呢 他用明鏡子 不過是前面是用形容的 對不對 神鏽啊 簡單說他是站在第三人稱在看 看這個本心本心 吳六祖呢 他是站在正物本心本心的 這個第一人在說星星 但是可惜的是 他都在那裡的空心 所以說明鏡易飛台 沒有錯 空無啊 本來無義務 這個自信中 那我們的自信中 既然無相 既然是無相 那有義務可得 我們的自信無助 不會丟嘛 無助啊 我們的自信無助呢 他都有效果無助啊 既然無助 那哪有義法可力 哪有義務可得 無所得啊 所以我們的自信奔隊的無所得呢 我們有所得是因為那個無明起的貪愛 等等等來 就開始執著攀岩了 何處惹成啊 既然 既然都無義務 畢竟空氣 塵埃子在哪裡 所以我們的眼睛 讓我看到外面的 形形色色的這些幻象 我的心 我的心如果不足著在 這些外在的色 心形色色的幻象上 這些幻象 這些心形色色的幻象 就成愛 就會不會惹在你的心上 怎麼惹 不惹啊 我可以分別 這是舟子 這是椅子 但是我不生寶相 因為我不貪愛他 我不執著他 所以 這個要訓練 平常就可以訓練 比如說吃飯的時候 用吃 我常覺得吃飯就要訓練 我有說去 我要去參加那個道場 就是我真正 認真參加到殘期的 真正認真 以前我都是隨眼 去碰槓 去碰槓 那我前幾天真的 家庭決心 我說我問一個 這幾歲還可以 我說好可以 我冬天冷到我告訴你 你們會怕 那個冬天那一段時間 我不曉得為什麼那個 血壓突然 我一到那個道場的時候 血壓高到多少地坡 因為他不會讓我上去 結果我一說 怎麼樣 你要參加嗎 參加 你要參加 一個禮拜 真正認真的基修 禪修的意義 就在那邊 本來無一無何處可承來 不是到道場才可以 不惹承來 要有本事 就要在這 黃華事件裡面也不惹承來 對不對 我心不足足在上面 就不惹承來 我不住嘛 對不對 就不惹承來 禪修只是提供給你一個修行上 去管照自己 對不對 認清自己 不惹承來 啊 反而道 原來道場在哪裡 在這裡 道場在這裡 你這念心就是道場 你這個清淨心就是道場 就對了 是不是 佛不是向外求啊 佛就在這裡 佛在凌山莫眼求 凌山子在乳心頭 我們都拼命往外再找 是不是 禁讀禁讀在哪裡 禁讀就在這一念心 清淨不清淨 何老裡外找 所以本來會由哪裡惹承來 惹不惹是因為你的那份執著 對不對 那個我執啊 才會惹塵埃啊 我若我不住 我不執著呢 塵埃總會惹你 是不是 那個菩提的決心不會惹塵埃的啊 好 寫完這個記以後呢 圖中作經 無不在那邊驚訝感慨 就互相說 其哉 不得以貌取人 他說不都是還有肉身菩薩 這個做生之道 這四個字值得注意 其實他這邊講肉身菩薩 我們知道我們的自信中 有所謂的法身 暴身 化身對不對 所以我們那個講的是 自信中的法身菩薩 那我們現在這個是人身 所以我常常提醒各位 這個人身現在是硬暴身來的 你一定要能夠修到硬化身啊 你才能成功 硬化身 硬化身也就是修到肉身菩薩 也就是說你現在這個肉身 這四大合合的肉身 你這一念心如果清淨 這一念心如果呢一塵不染 一法都不利 知道 所以你的身口意是不是都是清淨 身口意一旦清淨 你這個色身就清淨 色身啊 清淨 色身清淨就是菩薩身 那這只是肉身菩薩 所以各位也能修肉身菩薩或是不染人 因為大家要記得 我們佛性是本質居主 這一念心如果清淨 這一念心如果清楚明明白白 你這個四大組合起來的這個肉身也清淨 對不對 這四大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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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組合的這個色身 他也會願意行一切善斷一切惡 你要注意的話很妙 所以肉身不善 那一般修行得很好的人做鋼 有沒有 做鋼之後 等下有人說我要兩人三人 打開以後他還坐著不動 這樣六子就叫南華寺 六子就是肉身菩薩 台灣有好幾尊呢 最早的就是夕子啊 臺北夕子 夕子那個叫什麼菩薩 四行 四行法師啊 四行啊 肉身菩薩 心殿也有一個菩薩 也是肉身菩薩 那四十幾歲就走了 在心殿的大橋過去就被人到 前幾天我在那個電視看 他補一個了 他把他擠了 就有點忘掉 叫假什麼 他修成做生菩薩 他不過只是因為看你的廟室 他會修 他動這個念頭趕快進去搶救啊 把火像破出來 在睡覺呢 他說 你有這點心 我滿你的願 兩個願 你敢算掉 你是不是要想榮華富貴 還是你想要修行得到 好 他說 我要修行 他一樣他修行他不在了 因為那段時間他就跑到另外一個地方去了 他後來變成 實在他 他哪有戲的鬥啊 但是日記時代聽說日本人 不曉得這樣把他 就他就不見蹤跡了 好像他好像是他分明的那些人 所以在 我現在記不太清楚 在哪一個地方 後來他家鄉人 如果去到那裡 都得到託夢功 他想回來啊 他要回來啊 所以鄉人們大家來跟他去找 哎 都沒有找到 所以我把他迎接回來 在他家鄉 我那天看那個電視 真的有肉身不少 台灣有好幾尊 我看過的還有一個 在復興鋼 復興鋼 正空鋼槍的後面 我還跑去看 我年輕的時候要很好奇 咧 做事很複雜 訓練那個我也跑去看 去給他平民 哇 不得了 只見眾年精怪恐嚴損害 這張鞋擦到幾岳 異味見信眾年未來 其實啊 五主已經對 六主啊 對慧能 已經在開示說謊 表面上是怕人損害 沒有錯 那實際上異味見信 用鞋子把它擦掉 異味見信什麼意思 用鞋子把它擦掉 這鞋子 用鞋子把它擦掉 連空都要擦掉 連空都不執著 連空都不守得 不然就還沒有真正見信 所以禪師在說法還妙啊 你如果聽話不懂 鞋子擦了 用鞋子擦 他不知道說鞋子擦的 你跟他說什麼 空也不可以執著啊 執著有一個空 這個空就不空 開始 蛤 要不要齁 擦掉才能堅信 不擦意味堅信 執著有沒有堅信 執著有沒有堅信 執著在空也沒有堅信啊 執著啊 是不是 空有都不可能 對不對 亦空亦有 非空非有 空有不餓 這才是堅信 所以聽話 禪師 時時刻刻 激言到了 他都在跟你說法 只是你發動應激嗎 你如果發動應激 人不知道啊 敢說你的鞋子擦掉這樣 對不對 那其實他已經說法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慧能 開悟之後 勤修 勤修之後 他進入到 正部空性 空性 可是正部空性之後呢 他並沒法 跳脫出來 所以等到三經說法 就是那句話 聽到金剛經的 應無所住 而生其心 哇 大車大路 那一段話就很重要 所以福祉就傳一波 所以真正的傳一波是在活的 懂嗎 我希望下次 是講的時候 能夠把那個傳一波的那一段講 就是至少要到四十一頁 那一段文字真的太重要 太重要 我們下一次視頻 下禮拜是禮拜三 禮拜四 你好 禮拜四 下次禮拜四 好 禮拜四 好 禮拜四 然後今天上禮拜 禮拜四 我想至少能夠講到 這個五主啊 傳一波 傳一波之後 五主還開始說了一段話 喔 那段話多重要喔 這傳一波 跟你講的法 哪一段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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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間說法 人盡不知 遍傳遁教及一波雲 入迴第六代主 善自戶內 廣度有情 留步將來無令斷絕 要傳遁 要傳遁 聽吾濟約 這首記是傳遁的 有情來下種 因地苟還生 無情亦無種 無信亦無生 你們真的可以 清楚明白了沒有 就開悟了 因為這是傳遁法收的法 遁法收的法 這是心法 這無上的菩提的法門 怎麼樣 重要的不得了 是不是 那也因為 也因為 你們看看這個三十七頁 有沒有 三十七頁 蔣心鋼心 到應無所做的生其心 會能言下大悟 有沒有 一切萬法不離自信 不對 底下還講那幾句話 要把它記起來 何其自信本智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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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其自信本智慶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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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四句都在講本體 這四句都在講本體 都在講本體 都在真空 什麼那些 何自信是能生萬法 叫妙有 真空妙有 再講妙 前面講的是體 那後面就來講妙 這叫全體大妙 體用不餓 傳一波 只證到體 而沒辦法證到用 有人是先證用 可是那個用 沒有辦法歸體 他也要不要 借用 要回歸到本體 修行用功 大概有這兩個路 要看每一個人 有人還用力 砰 正入本體 有人直直心性正道體 對不對 但正道體還不夠 還要能夠啟用 真空嘛 甘妙有啟用 這樣才圓滿 好不好 今天稍微講完一點 其他的會話 所以稍微耽誤它 這邊留待下禮拜來 我們就 從早到晚也會要會話 趕快把它講到那邊 一個段落 好 請客 謝謝 展望 靜 口 簡単 fried 毀 修行 對